实际上在三维合成里边 重要的知识点就三个 一个是摄像机 一个是灯光 一个是材质 那么摄像机我们刚才都讲过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灯光材质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样丰富的一个场景中 又有人又有文字又有这么箭头 如果打一些灯光 让它产生一些投影 再有一些光线的变化 那么三维的逼真效果就越来越好看了 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场景建立一个灯光 灯光在哪里 跟刚才camera位置一样 layer图层菜单 new有一个light 新建一个灯光 马上我们就弹出了灯光的属性对话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灯光类型 我们在下达列表里面看到了 AffityFast提供的四种灯光类型 分别是parallet 我们称之为这个平行光 还有spot 聚光灯 point 点光源 还有ambient 叫环境光 那这几个光 大家可能要理解起来 还会有一点点困难的话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parallet就是平行光 平行光是可以照亮画面中所有的对象的 而且不会因为这个距离而产生衰减 那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 就特别容易理解 把它想象成太阳 它就像是一些太阳光 日光一样 可以普照到画面的任何地方就可以了 第二个 spot 聚光灯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舞台上的聚光灯 或者类似于 或者类似于手电筒 这样的效果 那么它一般会产生一个 这个锥形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得到 选择这个属性之后 那么下面的这个几个属性打开了 比如说这个 quang angle 我们称之为圆锥的角度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 这个聚光灯的这个范围了 当然也可以控制一下 phezer 就是它这个圆锥 投射出的这个语化的这个效果 还有呢 point point是什么 点光源 点光源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灯泡 白制灯泡 那它呢 是向四周发射光线的 但是呢 由于对象的距离和远近不同 它的受光程度 也会有所变化 离它越近呢 就会越亮 离它远呢 就会暗一些 那最后一个 ambient 我们称之为环境光 环境光它是 没有光线发射点的 它就是整个对你周围的这个效果 起到一个气氛的渲染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 这种光是不产生投影的 好 那么所有的光 都有这个intensity 我们称之为这个光照强度的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通过这个属性的值可以调到很高 它并不是以100为依据的 我们可以调到很高 让它产生很大的光亮效果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 除了环境光以外 其他的三种灯光是都可以产生阴影的 那么关于这个cast shadows 这个建立阴影 投射阴影这个选项 就显得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在建立灯光的时候 不勾选这个选项 那么画面中就会少了一个阴影的元素在那边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为我们的效果选择点光源 point 然后我们把cast shadows 就是建立投射阴影打开 那么下面的两个属性 包括shadow的darkness 我们称之为阴影的暗部 阴影的暗部到底有多深 你可以按自己的想象来调节一下 或者shadow的diffusion 我们说这个阴影的这个慢反射效果 如何产生 我们也可以让它做一些这样 这样的话 做完之后 它的边缘就不会那么的硬 也会虚化一些这样的效果 好 我们把这个数值点击完后 ok 我们看一下画面中的感觉 我们发现 首先在时间线窗口 毫无疑问多了一个light 这个光层 但是在画面效果里边 我们发现这个光影的效果 会很比较的灰暗 并不是看到中那么很亮的效果 那这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光照的这个角度和它的这个亮度 所决定的 我们一会儿可以调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 我们明明在灯光里面选择了投射阴影的这样一个选项 但是在画面中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投影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AfterFast里边 它对于这个投影的这个控制 是由三个开关来组成的 三个开关如何组成 那这样实际上是第一个 是灯光来决定 你是否要发射这个投影 那么如果是灯光发射这个投影 那我底下这个人物呢 我还要选择 我是否也要发射这个投影 不但如此 这个投影最后是投射在地面上的 所以第一面还要选择我是否接受这个投影 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做到这么复杂的 不是的 这是在动画控制里边 越精细的控制 越局部的控制 才能产生越丰富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方式之后 我们就知道 所有要产生投影 至少在三个地方做一个设置 那么这些属性都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说 当我们一旦把图层转为三维图层的时候 它就在transform 我们的基本属性的基础上会增加一个material option 就是我们称之为材质属性的这样一个选项 好这样的话 我们马上展开boys男孩这个图层的material option选项里边 我们就看到了它的如下有一些设置 那哪些设置呢 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一个 哎 它有一个custors shadows 它是否有产生投影 那么你看到默认选项是off的 所以它没有产生投影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打开之后 哎呀其他还有一些参数的效果 比如说accept shadows 就是说它是否接收阴影 那默认的状态 它都是开启的 它是否接收灯光 它也是默认状态是开启的 那这些选项 我们都可以通过开关选项来控制 包括环境光 你是否接收啊 等等一些的效果 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例里边 这是属性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可以选择 首先我自己的投影是要打开的 这是确认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 这个人物的投影是出现了 那其次呢 我选择不接收灯光的这个效果 那不接收灯光的效果 我的身上就不会有明暗的变化 但是呢 我的投影却是可以被产生出来的 其次呢 我还可以选择我不接收投影 我为什么不接收投影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在我的这个男孩的周围浮现了 浮了很多这样的箭头 那如果有灯光有投影出现 那这个投影就会把我的这个形象给打花了 有可能会射到脸上 有可能会这个影响画面的这种 整体效果会显得很斑斓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接收投影给它关掉 那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在一个层的这个材质属性里面 有这么复杂的选项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更精确的控制 每一个细节 以达到我们画面最好的这种效果 我们把这个灯光的位置 调到这个男性的这个头部左右的这样位置 我们通过这个位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线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效果 那这时候你还可以选择 我是否要让它去影响地面 比方说我也可以把地面的这个灯光选项给它关掉 让它不受灯光的影响 那么还可以控制其他 但是我们也都可以打开试一下 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画面这个具体要求了 如果我们要有大量的这样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有好多个这样的素材 我们都要对它控制这个开始接收灯光啊 或者是接收投影这个选项 一个一个去调就很麻烦 所以Altifact CS4的新功能 我们直接在这个search这个搜索框里面 我们选择accept这个接收的这个英文单词 ACCEPTS 大家也可以看到 所有关于接收的这个层的选项就都打开了 我们就选择 我们是否要控制这些人的这个接收灯光 还是接收阴影 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处于off的都给它off掉 处于on都给它打开on 那我们把这个清空 我们还可以再输一个caster shadows 看看它的投影是否都打开 我们选择C A S T S 你瞧 我还没有输完 所有关于投射阴影的这个选项也都出现了 我们也可以针对它们 有的打开 有的关掉 统一来控制整个的画面节奏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整个最后要看到这样一个效果了 好 所有效果做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灯光Ctrl D复制一个 或者是苹果D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女性角色的这个头顶 这部分的工作微调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自己试下 我们灯光系统就建立好了